贵州突发伤火,从18号烧到现在都几天了,我居然一点都不知道 还是在刷到福建邮神的视频里 那个评论区看到有网友发出来,才知道有贵州伤火的事 为什么到现在一点热度都没有啊 大家先把过年的欢乐情绪收一下,关注一下贵州伤火吧 虽说火灾是有人故意焚烧自耕田的杂草引发的 但是现在不是讨论如何处罚的时候 救火才是第一要务 气火的地方在山上,大型的救援车也上不去 只能开闭隔火带,山上的风又大,开闭隔火带也很困难 而且风向又不定,救援人员随时被山火包围 生命随时受到威胁,已经有两名火带铺救人员牺牲了 他们才二十多岁啊,伤火还导致村民房子被烧毁 有人无家可归 贵州是三年之三,风势太大,已经烧了好几个山头了 现在火势还是很大 现在贵州需要关注,希望大家多多转发 关注一下,让贵州山火上热手 帮助救援贵州山火